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老总真心话 各位朋友这两天天气真是热坏了 那其实这个还不到 现在七夜 为什么没有风 那可以看到了 就是这样的极端气候 越来越严重 所以各位朋友要多喝水 多喝水 现在很多 天气了很多 很多毛病就出来了 台北市副市长 蔡敏坤 大家看 他其实是有高血压的病史 那你如果生活网路 或者天气热或怎么样 很多东西就诱发出来了 那 所以你看 天气热就热坏了 很多身体的机能缺水 造成了 各位朋友真的都喝水 不要到大太阳底下 晒太久 那当然今天最重大的新闻就是 安倍 今天要去 要高北市了 那 蔡英文派赖清德到现场 我们讲 哎呀外交最大突破 是啊 反正 别人的死亡可以让自己搞得好像大外交 那就不得了了 对不对 我们就说 我们也去过 日本 然后就就是好像很 副总统可以去日本 哇 大突破 这个对自己国人来讲是这样 很多人说哇 你看我们都可以派 副总统去了 那日本对我们很友善 友善就来建交嘛 我讲最简单就是建交嘛 安倍对台湾好不好 好啊 非常好 哇 有史以来最友善 最友台的 那你当两次首相 为什么不跟我们建交 对不对 讲的都是鬼话 川普 蓬佩奥对台湾最好 为什么不建交 讲的都是鬼话嘛 那现在不能证明什么啦 对不对 各位就是这样 为什么讲37年来 37年来 最大的外交突破 因为李登辉当副总统 1985年 他也曾经去过日本 在为什么 因为他从乌拉圭回国的时候 蒋经国派他去乌拉圭 那大概就是 那时候有邦交嘛 总统就职嘛 那我们派副总统到邦交国去 那回城的时候 回城就到日本 当然也是蒋经国总统那时候的 莫喜的嘛 那时候跟日本 那时候两岸还没开放 贪亲啊 民国74年 那可以看到 就是 有时候有这样 但是有没有敲锣打鼓 没有 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日本跟中共早就建交了 对不对 日本跟中共就建交了 我们跟联合国一断交 一推出联合国 第二年 田中角龙就跟中国大陆建交了 那是民国64年 61年 民国61年 所以大家想一想看 很多事情 我们一下就没有了 但是 民党政府本来就很会做大内宣 大外宣嘛 这是他的专长啊 然后讲的活灵活现 大家就好像有哦 哇 美国跟我们在做贸易谈判 我告诉你 越谈越招啊 你知道吗 邓正宗今天挑出来说 我明年就会签BTA 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告诉你 越签越招啊 有各国跟你签 就是对等啊 对等你就完蛋了 你知道吗 你是个小的 你跟人家对等什么 各位你懂不懂 他的东西可以卖给你 他是三亿多人口 你的东西卖给他 你是两千多人口 他很多东西 他是跟你对等的啊 没有让利啊 全世界对台湾最好的 是中国大陆 凑凑让利 这是眼前的事实嘛 水果可以卖 鱼可以卖 对不对 你就可以去卖给他 赚他的钱 然后很多人就不满足 开始骂 反正什么都可以骂 就像香港那些人 天天骂 哎呀中共收回一国两制 你不是说五十年五兆跳吗 是你们这些人不肯啊 各位 你不肯人家只好收回来啊 对不对 你到人家店里去买东西 一百块你把它杀到八五折 八十五块 你还一路嘛 这东西不好不好 老板说那我不卖了 哎你说八五折卖我 我卖你 你一直嫌东西不好 我现在 你一百块跟我买 我都不卖你 懂吗 这个是一个 我干嘛被你羞辱 懂不懂 这就是羞辱啊 哎你应该卖我啊 我出一百二十块 你一千块我也不卖你 你这种叫做奥客啦 各位我讲就是这样 香港情况一样啊 他是舞招跳 马招跑啊 可是很多人不愿意啊 他们认为我们应该怎么样啊 应该照我们的方式 说你只能答应我 你不答应我 我就去烧火车 我就在街上扎橱窗 那中国大陆说 那既然你不要 那我很多东西收回来 哎你怎么可以违背那个 是谁先违背啊 我们全世界大家有没有良心 你们都跟美国人 跟英国跟欧盟那些国家 一样是畜生没有良心啊 然后今天可以出来讲 哎呀中国大陆你怎么可以怎么样 你本来都有啊 是你不要啊 各位我讲 我们很多 做评论啊 很多事情你要有前因后果 你讲了才会清楚啊 对不对 你讲了才会清楚啊 今天在香港那些人 当人家的狗已经当惯了 觉得当英国人的一条狗 比当中国人有尊严啊 英国人在香港统治了156年 香港赚的钱都拿回英国啊 中国大陆北京政府 1997年拿回香港 香港没有上缴过北京一毛钱啊 反而北京还在这边盖了很多东西 深港澳大桥什么 对不对 连接高铁 大家看嘛 谁对谁比较好 过去的香港人像一条狗 一直在贡献 英国人把你当狗啊 但你当英国人 当白总年的狗好啊 各位就这种嘴脸啊 你有什么 有什么脸去谈什么主体性 讲什么尊严 各位我讲的是一个事实啊 对不对 英国派过28个总督 有谁 说可以让香港来选总督 就像现在只选 那你英国自己不肯啊 你统治150人不肯 然后你没有的 就开始说 啊应该怎么样 应该怎么选举 应该怎么样 你要不要脸啊 各位我讲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啊 你不会思考吗 没有人会思考吗 英国在统治香港的时候 你们为何不出来抗争 说总督应该直接民选啊 过去甚至连 这些议会都没有 是 中国大陆一直跟英国政府 要回香港 要回了前几年才开始说 啊有立法会来选举 才搞这一套 你知道吗 过去为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跟各位朋友讲 当你看到了 这东西你要前因后果去做对照 很多东西你是要做对照 你才会显得出公平 不公平啊 你今天人家在公计 你不能进去 就下跪 嚎啕大哭 喊 喊爸妈 喊阿公啊 你说啊对方会很感动 你看我都下跪痛苦 不会你失礼啊 很多东西是这样 要对等啊 除非你是他干儿子啊 要对等啊 你懂不懂 很多东西都不对等 昨天小总在节目 我们节目讲那么多 你都是不对等啊 蒋介石死了 他有跟你这样办齐吗 你认为死了 他有跟你这样办齐吗 没有啊 蒋介石对日本人最好吧 但他至少有民主的尊严 他维持住了 你侵略中国 我就带领中国人来抗日嘛 他民族的尊严 他维持住了 我打赢了 没有要你赔偿 以德报怨 很多人都骂 你干嘛以德报怨 是 是啊 当然你可以骂蒋介石啊 他对日本人最好啊 跟日本人最密切的是李正辉啊 有叫日本有为了他们这样办齐吗 没有啊 蒋介石死的时候是国家援手 1975年 有这样办齐吗 没有 你说啊因为 因为没有邦交啊 没有邦交 那以前有邦交 他有这样办齐吗 没有啊 以前我们 狗屋死了 他有这样办齐吗 没有 各位要对等 你没有对等 你就被人家看不起 所以因为 你那个李已经太超过了 超过 别人都会觉得很疑惑啊 那他讲说 人家其他国家也有 是啊 印度有 因为川佩当首相的时候 要拉拢印度的目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印度觉得我们国家这么大 很多地方很漏后 所以呢 所以我们 大家看 印度人 怎么搭 铁路 你在图片 很多情况都看过 上上下下 全部是整个火车 车厢 车上一堆人 有没有 你看过印度 他 这个是 这种 这种 七间车 速度又慢又那个 对印度人很重要 可是莫迪认为说 我们印度 我们印度 贫户差距这么大 有很多东西 我们要靠交通 所以他想盖高铁 他想盖高铁 那怎么样看 日本给他一百亿美金 说我们帮你盖 借你 很便宜 各位朋友 全世界 我们虽然现在很多地方有高铁 你知道高铁是日本人发明的 日本人发明高铁 那日本 为什么日本要 后来 日本帮他盖 中间 一直涨价 物料 人工 什么一直涨价 日本人说没关系 我们赔本帮你盖 为什么 因为他怕中国大陆去盖 中国大陆现在是全世界 最会盖高铁 盖桥梁 盖那种大桥 大家干杭州湾 盖大桥 很多人讲 哎呀 董哥你们金门 大小金门 那个 那个桥盖好了 可方便了 我说你知道盖多久吗 十几年啊 老实讲啊 大概五公里盖了十几年 你要是被那个被人家笑死 为什么盖那么慢 盖了三 换了三家公司啊 第一家公司 就说你们里面有一个股东 他在中国大陆有投资 他有中国大陆的背景 这个桥梁 让他 让这家公司参与的话 有国安威力 各位 这条桥是这样盖的 所以盖不成啊 解约啊 盖一条桥有国安威力啊 是啊 蔡英文你姓蔡 有没有国安威力啊 啊 你那蔡是中国大陆来的 有没有国安威力啊 各位 我们用个国安威力 什么都可以搞死你啊 全台湾最不要脸的 就是国安两个字啊 对不对 全台湾最不要脸 就国安两个字 用国安 国安就是我用想象 我觉得你对国家的安全 有问题 然后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美国的情报单位 现在买一套系统 这套系统叫做飞马 飞马是以色人 以色列人发明的 就是盗取所有你的资讯 这套飞马系统厉害到什么地步 我如果传到你的手机 我们一般要把手机打开 你就会中毒嘛 就会被木马 它不用 只要传到你的手机 你就要被它附身了 不用打开 我们一般说 不用打开 赶快把它删除 它连打开都不用打开 然后就可以确听 你所有里面所有的资讯 你讲的东西 我都可以确听 这套利不厉害 厉害啊 美国情报单位 现在要跟以色列 买这套系统 这套系统是全世界被骂 为什么 以色列是算比较 因为它身处一个阿拉伯的世界里面 那我们知道 他们到处确听 确听各国的援手 包括马克宏什么都被确听 现在美国的情字单位要买 所以昨天的纽约时报登出来 说你看怎么可以这样 美国都在干这种事情啊 嘴巴都在讲好听啦 我讲的 就是嘴巴讲好听 为什么要确听你 我们有国安需要啊 各位 跟台湾这些法官 检察官不是一样吗 每天用国安的方式 到处去楼令人 然后呢 蔡震吾就很开心 哎呀 你看这些国安 我们国安的 在台湾的唯一目标 就是中国大陆 你只要能够羞辱中国大陆 栽赃他 然后 你这些检察官跟法官就升大官了 这几年来一直是这样啊 是不是 啊 你不是有人钱吗 台湾怎么会有人钱 台湾的人钱跟北韩人比吗 插眼了 台湾有什么人钱 台湾只要碰到大陆 路酸路配 大陆的商人 他们就是没有人钱的 前台湾的没有人敢替他讲话 讲话你冒费跟他有勾搭 前台湾会被他帮他讲话 只有小董一个人 我也不认识啊 周鸿旭我也没见过啊 向心我也完全不认识啊 各位 我讲 跟我们在讲什么人钱啊 台湾的人钱跟北韩 是同一个class 对不对 台湾的检察官跟法官知道 我只要不要脸的去奉承蔡政府 随便抓几个陆配 大陆的学生或商人 我们用国安法来修理他 最后呢 最后判如罪 判如罪你已经被我罗令了 五六年了 五六年以后你判如罪还怎么样 我还要限制你出境啊 我们的司法是畜生的司法 你知道吗 我们的司法是专门在替民进党摇尾巴 民进党是个畜生党啊 各位我讲是个基本人权概念 所以你就想小董你讲向心 没错 向心现在还不能出境 他又被限制了 你知道吗 没有人讲吧 因为有个王立强的人 说向心是我的上级 王立强是澳洲政府配合民进党 然后在那边栽赃的东西 现在还有人讲王立强吗 前台湾只有我一个人在讲 王立强自由时报灯都大 哇三立哇怎么样 老实讲 这种媒体能看吗 自由时报是一份报纸吗 有人还把它当作报纸吗 他这个可笑 我有时候欢迎欢迎我都来解闷 说这种也有人相信 有台湾人有人相信 台湾是一个汪恩呼吁 恩将仇报的社会 还一堆人相信 啊这上面写的 你不知道自由时报 以假新闻文明吗 他的蓝线专案 他要修理马航九 他拿陈水扁时代的照片 你看马航九在高速公路 既然走路既然怎么样怎么样 哇好好笑 各位 大家讲讲嘛 台湾有没有什么是非啊 台湾的是非就是我的节目 小董真心话 是不是 我有时候很感慨 因为结果讲的都普通常识 那有时候讲太快 或者我那时候 听到一些东西啊 我会讲出来 那但是哦 各位朋友 你想想看 我们在台湾这样的社会 你很多东西 其实可以对都 做对照的吧 台湾至少还有个优点 至少我们的资讯很发达 那虽然我们的媒体百分之九十 都是民进党可以掌控的媒体 网路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可以掌控 可是我们在这个戏风里面 我们还是看到很多国际的东西啊 对不对 我们看到很多国际的东西啊 就像我讲反送中 我讲东西才是真的啊 全世界媒体那些都是故意偏颇报夹的啊 香港警察 这两天被联合国谴责了 联合国谁在掌控啊 香港警察把人家眼睛 把一个少女眼睛打瞎了 在哪里 把少女找出来啊 有啊 哦怎么样怎么样 是啊 那时候你们的表演都有啊 现在这个少女眼睛有瞎吗 人在哪里 你要看后续啊 当场表演可以影响前级 影响国际观感 然后这些国际的媒体 本来就是他们的走狗嘛 所以大家就表演嘛 表演到最后 真正 真正香港反送中 最可怕的是把人 用砖头活活砸死 没有人报啊 只有小董在报 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有手机要会报啊 那你们这些媒体有没有接后信息 纽约时报你们有没有接后 有啊 金融时报 你们有没有接后 有啊 华尔街日报 华盛顿有报 CNN 你们有没有接后信息 有啊 你们有没有拿到影像 有啊 啊你们为什么不报 因为报了以后 对反送中这些人 就是互变的嘛 几个年轻人把一个老先生 因为这个老先生没有停 反送中 用砖头活活把他砸到死 砸他的头砸到死 这个画面能播吗 好不能播 用描述了可以不可以 可以 这个人份报导 不能报导啊 报导 报导就影响了 反送中的震荡性啊 反送中我们是要给中国大陆难看的 我们在他内部里面抽他 那各位这是什么目的 政治目的啊 生命不重要啊 不要跟我讲 这些下山浪国家 他们都重视生命 他们有人钱 他们有什么人钱 谁有人钱啊 只有我的节目 节目有是非啊 我通常不认识啊 香港这些人我不认识 我这辈子也没有进入香港过 我没有进入 过境过游啊 过去要去中国大陆 一定要经过香港 没有直航嘛 我去那边采访嘛 所以会过境香港 没有进入啊 我通通不认识啊 我那个对那个时候 香港很反感啊 你帮个手机 他用广东话跟你讲 最后我只好用英文跟他讲 广东话 我稍稍了解一次 但我怕误解 各位朋友 我想香港 明明就是中国人的土地 可以没问题 但你也不必摆出 衣服高高在上 好像你比台湾人高级啊 我讲 很多人哦 当英国人的一条狗 都比台湾人高级啊 比中国人更高级啊 就是给我那种感觉 后来我有机会 我根本就不想 不想进去啊 我根本不想进去 我去过奥文 去演讲 我就没有那种感觉啊 差这样 可是各位朋友 你要听真的东西 就是小董真心话 因为我都用对照的 所以我告诉你 要怎么对照 蒋介石过世 李登辉过世 日本有跟他降半旗吗 没有 可是最好笑的 我们不但降半旗 我们最好笑的是 国民党也在降半旗啊 国民党是什么东西啊 国民党也在替安倍晋三 降半旗 你不是很好笑吗 现在是什么党啊 因为他是跟我们很那个 好好笑哦 等一下回来我来修理国民党 今天有什么行程 今天上晚上六点 卢秀芳的 那个辣晚报 在中天 辣晚报中天的 好 今天从 是 是 柯小姐 柯小姐从菲律宾 过来赌内 我非常谢谢柯小姐 然后 红佳虎 谢谢佳虎 支持董哥 真心话 然后朝怡 吴朝怡 谢谢朝怡 非常感谢 然后温胜晃 我们年轻的好朋友 董哥讲的最中肯 谢谢 然后庄亦宏 谢谢亦宏 他给我一张漂亮的图 然后民进党是 假台独真贪污的台独狗 这是馆长讲的 没有错 是 那我们再来看下来 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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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shi 给我一个百分之百的 谢谢Hero 他是一个英雄 真是 然后宋炳龙 非常谢谢炳龙 炳龙是 他没有留言 但是非常感谢 他也是每天来 然后朱镜刚 谢谢镜刚 台湾人 是分颜色的 没有错 台湾的人钱是分颜色 的确是 谢谢 然后咖啡 咖啡 咖啡 拉 拉 拉 咖啡 299 那他就是 躲内 非常感谢 他 各位朋友 他讲 谢谢董哥的正义之声 感谢 对于安倍的一些讲法 谢谢咖啡 谢谢 董哥还有一个 我整理一下 是好 然后刚刚 有讲错 安倍讲成川倍 是是是好 川倍是平平高 不好意思 川普加安倍 叫川倍 谢谢 OK Eric K Eric Eric K 是 Eric K 是谢谢 他支持董哥 叫董哥要把金門独立 谢谢 我昨天讲 那个天然气 天然气 印载 如果用管子的 跟用船 船要冷冻 我讲70度 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董哥不是 不是零下70度 是零下163度 要更低 成本更高 那在这边 你看有好朋友 他就会随时跟你提醒 你有些东西讲的不精准 那小董在这边讲 就是很精准 那各位朋友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台湾社会 台湾社会 跟我们人际之间的社会 是一样的 比如说 中华民国有多少朋友 很少 国际间的朋友很少 可是有些没有跟你邦交的 他也会帮你 那就是一种默契的 那你人际之间的 小董你有多少朋友 哇 小董你朋友骗天下 我仇家也骗天下 各位 我会骂人啊 很多人 你认为他是朋友 可是你还是要骂他 国民党降半旗 就是我觉得 莫名其妙的几栋 你在降什么半旗啊 你在降什么半旗 国民党 国民党的主席 蔣经国过世了 日本有帮他降国旗吗 日本的执政党 有帮他降党旗吗 日本的在野党 有哪一个党帮他降 没有 通通没有 那你在表态什么 你说安倍金山 从他祖父以前 就是跟我们很好 怎么样 很好是一回事啊 很好是你讲的 安倍金山多好 上个礼拜五 事情一发生还没死 小董在现场 我就讲一个故事 记不记得 安倍金山来台湾 偷偷去跟民党吃海产 然后那时候马航九当总统 其实他跟民进党 在吃海产的时候 是吃宵夜 晚上八九点 那八九点之前 他跟谁吃饭 跟马航九吃饭啊 马航九总统请他吃饭 吃饭以后 他就跟民党吃海产 喝啤酒 各位酒后不开车哦 记得哦 不要卖给未成年了 但是我告诉你 那一家在一江街 民进党找的 说安倍 安倍那时候是首相卸任 谁来 记不记得我讲这故事 各位朋友可以去参考 三个礼拜五 安倍真正的朋友是谁 是台湾的台独党 懂了吧 懂了吧 各位 那你说 那安倍是这样 我告诉你 安倍就是让我们现在 整个亚洲不平静的 最主要的人 我礼拜六在TVBS 上节目我就这样讲 哇 那来宾对我都 头以异样又崇拜 崇拜了眼光 安倍死了 你还敢这样讲他 我就是论事啊 很多人讲 死就死了 死者为大 死解为大 我告诉你 我们现在整个亚洲的不安全 是安倍挑起的 他以前 他以前 不是这样的 他卸任以后一直挑起 他就告诉川普 大家记得川普刚当选的时候 带他前家去中国大陆访问 他的孙女在现场 唱 中国的民谣 记不记得 然后他 哇唱给习近平 看 哇大家好可爱哦 那是一个怎么样态度 美国跟中国大陆是很要好的 然后接着就过年 川普还 送给习近平什么 他的孙女唱茉莉花 各位朋友去 Google雅乌搜寻 你只要打川普 然后再打茉莉花 那个新闻就出来了 春节 川普请他的孙女 用茉莉花跟 习近平 拜春啊 对不对 我们春节要跟长辈 问候 这个新年的开始 祝你整年都好 就这么一个仪式啊 川普是 让孙女唱茉莉花跟习近平那个 本来 中美不会 搞成这样吧 结果呢 川普就废了 卸任的安倍 安倍跟他讲 你要抗中啊 中国是最坏啊 中国就造成亚洲区域的不安啊 那川普就觉得有道理 他就听进去了 因为川普觉得说 中国将来 可能会追上美国 那美国是不能 美国人要过转样的生活 要讲什么样的话 做什么事情是 自由自在的 美国的官员跟老百姓 是自由业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想打谁就打谁 想给谁死 谁就要死 想把谁来当他的奴婢 那个人就要来当奴婢 美国就是这样 美国就是一群畜生 下山岸 就是这样 所以他就开始抗中 哎呀 我们美国人很多人会失业 没有工作 并不是他自己不愿意工作 为什么 因为被中国大陆抢走了 中国人不要勤奋啊 老板就要用勤奋的人啊 小董我过去当记者 我升迁很快啊 薪水涨很快 为什么 因为我每天工作 15个小时 16个小时 17个小时 那你请一个记者 他工作5个小时 8个小时 他比不上我啊 各位简单讲就这样 你今天要请一个工人 这工人把事情做完以后 还拼命加班 不要加班会 我把事情做好 老板这笔后很重要 赶在圣诞节之前 一定要加后 很重要 我知道 我们工厂要有这样的人 啊你另外一个劳工呢 哦我5点半我要下班 我才不管你都做到哪里 美国人就这种态度啊 那这态度对不对 对 可是老板不喜欢啊 公司也没办法应付啊 各位他就是会这样啊 对不对 你整个职场的现实 就是这样啊 那 那最后老板会 会升官会升水 会加薪会加水 这个很清楚啊 全世界都一样 你不能说 哎我就是5点半下班 这是我的潜力 你潜力我也不影响你 那请你准时下班嘛 那另外呢 另外这批工人认为说 我们要把事情做完再收 那我老板比较喜欢水 全世界都喜欢 这种责任制的员工啊 我讲就是 这是一个态度 全世界都一样 所以川普他不去考虑这个 川普说 美国人没有工作 就被中国人抢去 美国人很多东西卖不出去 因为中国的东西就比较便宜 啊中国的东西来又便宜 那强调我们工人的工作 所以我要跟中国大陆的 货品加关税 加25% 他就这样啊 所以他就开始 川普就开始带头抗装啊 中美贸易战就开始了啊 然后你 如果东西做得比他好 他就说这东西不安全 有国安利利 就这样啊 华为啊有国安利利 哈哈哈哈 华为对美国人不能接受是什么 第一个他比你进步 第二个呢 他没他不能窃听 美国发明的东西都能够窃听啊 华为不能窃听啊 不能窃听我要你这种东西干嘛 各位 所以他怎么对付华为 他叫加拿大把华为的小公主 孟晚舟给抓起来了 有没有任何法力 没有 我叫你抓你就抓 加拿大是美国的一条狗啊 就说好 孟晚舟也没被任何地方 任何国家通缉 没有任何犯罪前科 他只是过境就把他抓起来了 加拿大 加拿大说我是有人钱国家 你的人钱在哪里啊 中国大陆没有 怎么可以抓我一个退休的外交官 你有 你有 你有脸去指责别人吗 你凭什么抓孟晚舟 我请请问你 所以讲也讲输人家 法力 法力也打不赢人家 各位我讲这个哦 我老实讲啊 我是对各国都是很平视的人啊 我不会说我歧视美国 歧视谁 不会 因为我都用对照的嘛 我都用对照 可是当你看这些作法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没有人敢去讲真话 没有人敢去讲美国 因为他很强 可是你这是不对的嘛 你想也知道 你把中国大陆的货品 你通通加百分之二十五的关税 他还是比美国的东西便宜啊 他价格本来就不到你的一半 你把他加百分之二十五 他还是比你便宜啊 他东西也没有很烂啊 那美国的贸易商要不要继续进口中国大陆 要啊 川普涨了百分之二十五 你继续进没关系 我们用原来的价格跟你收购 这百分之二十五 我们转嫁给消费者 美国的老百姓还是照买啊 因为他比美国自己出产的还是便宜啊 那造成的结果是什么 造成就是现在的通货膨胀啊 我们本来可以买中国大陆便宜的东西 现在要加增百分之二十五 就变比较贵啊 那你要叫我们买美国后 那就更贵啊 变成两三倍价钱 我不要买啊 对不对 所以中国大陆没有受影响 美国的消费者 他本来 买的东西 他就要再加四分之一去买这个东西啊 他的薪水就变薄了 东西涨价他薪水变薄 他就通膨 这个是一个简单道理 经济学的 ABC啊 弄到现在 现在所有的烂摊子 拜登 拜登也是活该 因为他去夸扬逛大 所以你今天看到 美国现在想方设法 他想的是一个办法是怎么样 那我就去挑动战争嘛 所以俄罗斯 跟乌克兰的仗是怎么打起来 这是一个他的背景 我讲这个哦 用别人的生命来维系你国家的命脉 这是不应该的啊 那你这命脉是一个经济的命脉 美国一直在干这种事情 讲这事情哦 其实有时候很感慨 我是看得很轻 很透 但是我们也不要去 说哪个国家随随着 其实很多老百姓 他最后在人间的底层 他也是很可怜啊 那 乌克兰的老百姓 你会觉得是很可怜啊 可是可怜 这个总统是你选出来的 选票那么高 那台湾人民很可怜 可是蔡英文这个总统是你选出来 选票那么高 那高了以后 他可以为所欲为啊 所以你该谴责是谁 该谴责是那些 我们以为可怜的老百姓 他们其实最可恶 又没有是非啊 你随便删楼下 啊他们被骗 他被骗他被骗害死别人啊 对不对 他被骗 有人说你拿这把刀砍 那个人的头 不会怎么样的 然后你说信你为真就把他砍了 砍了就说我不想要头砍了会死啊 所以我是被骗的啊 你被骗你害死人啊 你怎么罪 当然有罪啊 所以 在讲很多新闻 小董 我讲的常常跟跟别人不一样就怎么样 因为我看得眼看得透 我不分 国家不分族群 在台湾呢 不是啊 台湾怎么会是这样 我们台湾所有东西 只要冠上一个 一个缓装的帽子就赢了 所以各位不要认为说 今年的选举很好打 谁会怎么样 不会 国民党最笨 国民党竟然是这样 安倍的半旗 羞死人 笑死人了 我不是说我们应该对他仇恶 没有 你去献花我也没有意见 对不对 人死了我们献个花 你不喜欢他你也献嘛 这都没问题啊 国民党 为哪个人降过半旗 请告诉我 为安倍 安倍挑起亚洲的这种不平静 这种人值得吗 他被杀 我觉得很不应该 这歹徒太可恶了 可是这是两码子事啊 国民党不要丢掉党格啊 马上回来 圣母风 是 我们记得喝水 好 好 来 刚刚到Eric K 是 Manyu Chen 是 他给我一张漂亮的 我非常感谢 他打打打 躲恋我们一笔 Tedra Chen Shin Tedra Chen 是 Tedra Chen 他是 也是给我们一张漂亮的 谢谢 谢谢泰德 然后Hero Yoshi 从日本过来 他再度躲恋我们 国民党这么喜欢 不问是非的 只想吸引年轻人 没有错 Hero Yoshi 讲到就是重点 国民党为什么要跟安倍降半旗 他想说 我去吸引年轻人 好好笑喔 等一下回来继续骂他 陆佩黎 谢谢佩黎 他给我们搭搭一笔 他说喜欢董哥 希望有机会 可以带着姐妹和董哥去金门 逛逛 谢谢佩黎 谢谢 要我多喝水 非常感谢 然后金以正 金以正是 我们新加坡的好朋友 他很关心我的健康 谢谢以正 谢谢 非常感谢 给我一张漂亮图 然后 雇钱者 雇佣者 雇佣者 他给我 一个赞 非常感谢 然后谢谢金以正 再次的抖内 非常感谢 听董哥的节目 就长知识 是 谢谢 还有公保机丁 公保机丁 为安倍江半旗 是在羞辱 40万 淹死的台湾人 没有错 真的是 那 国民党江半旗 那更是莫名其妙 想要去讨好年轻人 这 讲不过气的啦 还有没有 没有啊 是 好 谢谢董哥 欢迎 小董真心话 各位朋友 天气非常易热 那你要多喝水啊 就是 冰来降党 水来土淹 可是你看到 国民党 为安倍降党旗 这好笑 降国旗 蔡英文都被我骂了 国民党这个 怎么能不骂 对不对 你不但莫名其妙 你有怎么党格啊 国民党历来的主席 死那么多人 日本的执政党 有人帮你降党旗嘛 不要讲国旗 国旗根本就不可能 对不对 连蒋介石对日本人恩重如山 日本也没替他降 国旗也没为他降半旗啊 所以我讲 你要对等嘛 你如果 别人藐视你 别人藐视你 你还对等 卑躬兮兮的话 你就被人家看不起啊 所以刚刚我们的来宾 我们 那个 以罗有喜从日本就传过来 你就想去拉年轻人的选票嘛 现在几国大家讲 哎呀 安倍哦 对台湾人恩重如山啊 你看 哎呀 AZ疫苗都是他主导啊 他虽然卸任主导送给台湾人 那安倍你打什么疫苗 日本天皇你打什么疫苗 你有打AZ吗 你们自己不打送给别人 我们还是感谢你 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 但是 我的感谢是打折扣的 对不对 为什么日本买了那么多疫苗 买BMT 买莫德纳 买AZ 结果他读读AZ不打 因为那时候的新闻 都在讲AZ 会造成血酸啊 大家都不想打AZ啊 我一个同学打了AZ以后 汤匙放在左背上 既然连起来 汤匙不会掉 我说你怎么这么厉害 他说我看很多人都在表演 我就连连看 结果就连起来了 那时候台湾都玩这个游戏 打了AZ 全身就充满了磁铁 就有磁力啊 真的啊 各位朋友可以去上网 待会我讲这个 那安倍为什么 要送给台湾 AZ疫苗 因为第一个日本人不打 第二个台湾没有疫苗 所以我们要感谢他 是 那我们感谢他 是谁让我们没有疫苗的 是谁让我们没有疫苗的 我们疫苗本来 2019年我们就在买了 2020年我们就在买了 为什么 因为林权的东洋制药 他买 结果有个五委员 民进党一个五委员就 不准林权买 林权是蔡英文第一任行政院长 我跟他是相熟 可是我瞧不起他 那大家看 我们本来买得到 不买 后来 后来很多人看不下去 要送给政府 政府都阻挡 为什么 因为政府要图立高端嘛 对不对 那各位朋友 高端除了股票 一直被炒作 现在高端还有谁要打 他说我们高端 吃蛋白疫苗 哇下来 很安全很怎么样 各位 不要傻了啦 小董在这里 这里真切告诉你 你如果想打吃蛋白疫苗 拜托你不要打高端 因为 为什么 我公开讲 政府叫你打 你千万不要打 因为 他没有世界 先进国家的认证啊 美国没有 欧盟没有 世界卫生组织的没有啊 通通没有啊 那我们 你说我就要打这种 没关系 诺瓦瓦克斯 是全世界最好的 吃蛋白疫苗 现在台湾有了 你要打可以指定打 诺瓦瓦克斯 现在台湾已经有了 而且已经 已经核准了 而且可以出来打了 你说我要打这个 你觉得这个比较安全 同样的品牌 同样的制作方式 他是获得各国的认证 高端没有啊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政务一直在保护他 应该给他打 应该怎么样 蔡英文自己也打了 赖清德也打了 为什么 因为你们都要 都要去对他好嘛 那你们就去对他好啊 可是现在有同样 制造方式的 疫苗进来了 那我就告诉你 诺瓦瓦克斯 你就可以去打这种 这个是将心比心 大家来看嘛 你打疫苗 无非 希望能够防疫嘛 第二个呢 希望没有副作用嘛 对不对 简单讲就是这样啊 那大家说 哇我们要感谢安倍 是啊 没有说不感谢 可是我的感谢是打折扣的嘛 那 民进党要对他这样 是安倍一直在扶持 台独的势力 然后他把美国抓进来 希望美国也扶持台独的势力 对不对 美国扶持台独 扶持港独 嘴巴在讲 哎呀我们 台湾关系法 有三个公报 怎么样怎么样 美国是支持台独的 各位要很清楚 他只是嘴巴不讲 美国是支持港独的 香港反送中 就是美国在支持 英国 英国因为被赶走了 不甘心 就搞破坏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各国呢 各国希望给中国大陆难看 给他制造内乱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办法去 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 为什么一个共产党国家 可以变这么有钱 这么富庶 他们没办法接受 整个欧洲大陆 大家都在恐惧共产党 共产党是谁创的 共产党是德国人创的 结果呢 他在全世界遍地开发 那时候冷战时期是对抗的 金门人 谎共的啊 金门人是谎共的 各位 不用给我戴红帽子 我们在反共 在打仗的时候 你们还不晓得在哪里 对不对 各位讲就是这样 但是 时代有些情况是在变的 你要看啊 那你要战争要和平 我们当然要和平啊 因为只有我们经历过战争 你们没有啊 你们没经历过战争 每天在让别人去送死 你们最开心啊 反正你又不用打仗 太阳花那些人谁当过兵 我从16岁我就当金门自卫队了 我在台湾还服过两年兵役 是不是 你们这些人 哎呀不要我要服社会役 是不是 林飞环 陈维庭 黄国昌说我近视太深 我不用当兵 林堂走 哎呀我会闪尿 我不用当兵 各位 太阳花就这种人啊 我们太阳花要组织给党 政治要清明 要透明 是啊 组织给党叫时代力量 时代力量 党主席叫习永明 说黑钱啊 说黑钱啊 他 现在一审判七年两个月 一个这么新的党 一来当党主席就知道 怎么样去贪污啊 贪污自罪条例 跟李恒龙 齐约 收钱 钱还没有拿到 照样判刑 为什么 因为你前程 前程被人家收证了 李恒龙也讲 没错啊 李恒龙并没有说 因为咬他或怎么样 李恒龙说的确啊 他帮我办事 我给他钱啊 办什么事情 要把搜狗这家 台湾的龙头百货公司 由 徐旭东变成李恒龙 几百万就收了 哎 搜狗这金鸡母 可是几百亿啊 各位 你讲的真是 活灵活现 对不对 没关系 各位朋友 可以去上网 两个礼拜前 的判决书 就这样写 检察官起诉的 这东西 你去把它 穿插 国民党的 民进党的 苏贞卿也收 时代力量的 也收 各位朋友 这政党 有哪些人 是可以让你信任 国民党 替安倍今生 这样办起 不止莫名其妙 简直让人 看不起啊 你去献花 因为人死了 对不对 小董我也认识很多人 很多人我不一定喜欢 但过去可能是老同事 共事 或采访 有一些交情 交情我知道你也不是好人啊 但我还是会去上个相会啊 对不对 人死了 这个就是一个人情义礼而已 但是 降棋是一个 什么样的仪式啊 你有时候看 那别人 有没有为你降过棋 你要知道 过去有为我们降棋 就像我们 民间在收礼 白包红包一样嘛 今天你在嫁女儿 我要包多少 赶快去找部子 过去他在嫁女儿 我包多少 现在我应该包多少 过去我嫁女儿 他包多少 所以我现在回来了 过去已经六年了 六年他那时候包三千块 我们现在包三千六 比过去多一点 物价涨了 那也不失礼 比过去多 各位这就是一个礼啊 对不对 那白包的情况也一样啊 过去我阿公过世了 他包两百块 可是他是 三十年前 那现在呢 现在他阿公过世了 我怎么包两千一 过去比较没有什么 要单数啊 两百块 我现在包两千一 十倍啊 又一个单数 各位懂了吧 这个就是一个互相啊 今天我们所有东西都没有互相 我们都一直在产媚 国民党也在产媚 蔡英文 也把国旗拿来做产媚 你这个就让人家看不下去嘛 我讲的主要对等 我没有说我们要来仇日 没有 不需要 但是 大家都要和平嘛 谁都不要去仇 可是你要有对等 今天没有对等的话 那人家 是更看不起你的 日本人看得起什么人 看得起可以打败他的人 他看不起在他前面摇尾巴的人 你知道吗 刚刚念到宫宝鸡庭 宫宝鸡庭是 然后Yangsteep 是 steep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